第三 再来看我们说的一个工业建筑的一个耐火等级 工业建筑的耐火等级是什么意思 我们前边不是把这些工业建筑 什么厂房和仓库做了一系列的划分吗 划分成什么样 甲 乙 饼 钉 物 五个种类的厂房或者仓库 甲乙类最危险 物类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这个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说甲乙丙丁物分类结束之后 我们就首先 应该叫做首先 首先就来尝试确定 我们说建筑的耐火等级 耐火等级说的什么 其实简单来说 建筑的耐火等级也就是说 这个建筑防止燃烧 防止燃烧事故扩大 防止燃烧事故 蔓延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把建筑的耐火等级 分成了四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还有四级 简单来说 一级耐火等级的一个建筑 它防止火焰燃烧 防止火焰蔓延的能力和效果最好 也就是说防火能力最强 四级耐火呢 它的一个防火能力是最弱的 耐火等级是最低的 但是它的造价也是最便宜的 所以通常来说 针对于我们说的一个甲乙类的厂房 我们说它的危险性质太大了 我们一定要求耐火等级越高越好 最好甲乙类厂房 就是我们说的一级耐火 或者二级耐火 利用一个建筑比较高的一个耐火等级 来达到一个防止火灾蔓延的一个作用 而这个时候我们想一下 耐火等级是针对于我们说建筑整体的一个防火性能而言 但是建筑整体是由什么构成的 我们上边有我们说的一个屋顶承重构架 下边有楼板 前后左右有我们说的承重墙 有梁 有防火墙 防火隔墙 然后我们外墙可能有承重 可能不承重 还有这些维护用的 这些我们说的一个非承重外墙 还有我们说其他的户和户之间的分户墙 或者区域和区域之间的防火隔墙 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些建筑构配件 形成了一个建筑的整体 对吧 而形成这个建筑整体之后 我们针对于这个建筑整体提出了一个耐火等级的要求 所以这个时候建筑整体的耐火等级是由谁决定的 是由这些所有的这些建筑构配件来决定的 而建筑构配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就决定了这个建筑整体的耐火能力 也就是说决定了建筑整体的耐火等级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建筑内部有一系列的建筑构配件 我们怎么确定这个建筑的耐火等级呢 我们不由这个最经销的最耐烧的这个建筑构配件来确定建筑的耐火等级 由谁来确定啊 由最不经销的最不耐烧的那个建筑构配件来确定整体的耐火等级 就跟我们说的一个木桶一样的道理 这个木桶有不同的这个组成的部分 它的盛水能力跟最高的这一部分没有任何关系 哪一个部分是最低的 也就是决定了这个建筑这个木桶 它的一个盛水力它的一个防火的能力到底是多少 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一个观点 这个时候我们在确定完了建筑的耐火等级之后 我们又对这一系列的建筑构配件都有要求 都应该达到相应的燃烧性能 达到相应的耐火极限 燃烧性能是什么呀 燃烧性能也就是指的这个建筑构配件是不能燃烧的 还是很难燃烧的还是容易燃烧的不能燃烧的 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个混凝土的一个加气气块 它就是燃烧不了 它就是一个不燃材料 而我们说的其他的难燃材料 难燃材料包括什么呀 包括我们说的做了一个防腐处理的这些防火门 对吧 这个那个做了防火处理的这些其他的一个木材 都属于我们说的一个难燃材料 还有其他的一个可燃材料呢 可燃材料没有经过防腐处理的 没有经过防火处理的这些门 都是我们说的一个可燃性的建筑构配件 所以分别针对于不同的建筑构配件有要求 要求决定了 这个时候我们说整体有多高的耐火等级 这一部分啊 我建议同学们有几个大的表格了解一下就行 不需要同学们掌握啊 但是只需要掌握里边的原理 原理什么呀 我们说建筑它的危险程度越高 耐火等级一定一定越高 我希望同学们理解甲椅类的建筑最好采用一二级耐火 听清楚我的话啊 最好采用一二级耐火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确定完建筑整体的一个耐火等级之后 又针对于建筑室内啊 做了一系列的一个防火设计要求 建筑室内的防火设计要求 因为通常来说针对于我们说的一个工业建筑啊 我们在火灾假设的时候往往啊 如果这个工业建筑它的一个规模不会特别大的时候 往往我们就假设这个时候 建筑内部同一时间只会发生一起火灾 所以我们在火灾假设的时候啊 同一时间只会发生一起火灾 而这个火灾呢 是从一个点从一个区域向其他的区域进行蔓延和扩散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利用了防火墙 把这个建筑内部划分成了不同的一块一块的一个小的区域 作用什么呀 一个区域发生燃烧 发生火灾的时候 利用防火墙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防火封堵 这个位置发生火灾 你就在里边找吧 它这个火灾理论上来说 不会蔓延到其他的一个区域去 这就是我们说的 划分了这些小区域的作用 因为划分 这些小区域作用什么呀 防止火灾的蔓延 所以我们就给它了一个专用的名字 调作防火分区 防火分区的作用 就是把建筑室内划分成了不同的小区域 达到防止火灾蔓延的作用 这个时候呢 书上也有一个大的表格 针对于厂房来说 加以丙丁物类的厂房 对吧 它都有不同的一个防火分区的一个面积要求 这个表我也不建议大家去记忆 了解一下就行了 了解一下了解什么样 这个时候加以类最危险 丁物类呢 是最安全 越危险的区域 它越容易发生火灾 发生火灾之后 火是更难以被扑灭 所以我们说的一个加以类的一个防火分区 它一定一定 我们说比较小 而丁物类的一个防火分区呢 丁物类的防火分区 要不是你一个男人 要不然是一个不燃类的一个物质 往往来说 这个时候即使发生了火灾啊 我们说内部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燃烧扩大的一个危害 所以我们就把它的一个防火分区啊 做了一个适当的一个增加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划分防火分区 就会用到一系列的防火分格 这个防火分格同时 这个时候啊 我们前面能看到啊 这个防火分区呢 什么2000平3000平 通常来说也很大 这个时候 针对于我们说的一个工业建筑内啊 可能有不同的一个小的区域 再做了一个细致的一个划分 什么意思啊 首先划分成两个防火分区 一防火分区和二防火分区 但是根据我们说的一个工艺 工艺的一个连续性啊 我们又可能把这个一号区域或者二号区域啊 划分成了更小段的一个不同的区域 比如说 A是我们说的一个装置反应区 然后呢 B呢 是我们说的一个后续的一个精致区 然后这个C可能是我们说的一个成品的一个包装 然后其他的又是一个别的什么临时休息区啊 这个区那个区都有不同的一些功能性分区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划分完了防火分区之后 有可能把防火分区要划分的更小 按照功能性来划分 这个时候又会涉及到了别的不同种类的一个防火分格 就有可能会用到什么呀 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个防火卷帘 防火格墙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防火门 防火窗都是属于我们说的一个防火分格设施 但是这个时候什么条件就要用这些防火卷帘呢 这个防火卷帘就跟咱们平时日常见到的那种卷帘差不多 但是他有更高的一个防火的一个性能 防火防烟的性能 这个时候我们想一下啊 这个区域和区域之间 你设置了防火墙 防火格墙 你设置了防火卷帘 怎么来达到两边人相互联通的一个作用呢 这个时候墙上要开门 开什么门呢 就需要开这些甲级防火门 或者乙级防火门 这个时候它仍然是叫做防火门 跟普通门不一样 防火门 它仍然能够保证两部分人的一个正常疏散和正常的联通 同时呢 它的火灾的时候啊 这个门一定会自动关闭 达到防止火焰蔓延的作用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防火门 这个时候作用就是一个联通的作用 还有防爆卸压 这个防爆卸压 简单的来说 跟前边我们说看到的一些什么防爆卸压用的一个门 卸压用的窗户 还有卸压用的轻质的钢的一个墙体 或者轻质的一个钢屋面 都是我们说的一个防爆卸压措施 在爆炸冲击波产生的一瞬间 一个整体的勾配架完整性受到破坏 这个时候达到内部的压力 向外进行卸放的作用 然后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这些不同的一些建筑勾配架啊 这些防火的一个分隔的建筑勾配架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的防火墙 防火墙它的作用什么呀 根据建筑物 它中间的一个位置和构造的形式 通常呢 我们划分防火分区的时候 就用到了这些防火墙 把建筑分成了一块一块的小的区域 这个时候防火墙有和屋极方向垂直的防火墙 有和屋极方向平行的 这些什么纵向的防火墙 内枪防火墙和外枪防火墙 这个时候我们说有什么垂直的防火墙 纵向的防火墙 这个时候啊 往往来说啊 我们说有跟这个屋极方向垂直的 也有这个纵向的一个防火墙啊 其实通常来说啊 我们说的这个防火墙 它就是一个纵向的支撑 它是一个上下层的完全风格 有同学可能会说 我们说这里为什么有一个 我们说的一个平行的一个防火墙呢 这个时候在原来的建筑中间呢 有可能会见到这么一个建筑 什么建筑啊 它比如说上下层之间呢 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分格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涉及到了一个水平的一个防火墙 来达到一个防火的作用 但是现在通常来说没有这种叫法了啊 这个时候往往来说我们说的一个上下空间的分格 用什么分格 用我们说的这些楼板来进行分格 这些我们脚下脚底下踩的这些楼板来达到一个纵向的一个防火分格 而防火墙呢 通常来说它只有水平方向的分格作用 所以我们看一个平面图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个平面图 防火墙它就是立在这个建筑中间 达到一个水平方向分格的作用 而防火墙一定是由非燃烧材料来制作 耐火极限 一般来说应该是三小时 书上是写的四小时是错误的啊 这是一个老规范的要求 然后防火墙内部不应该设置通风的排气道 应该保证这个防火墙整体的一个完整性 不应该开设门窗洞口 但是可以开 可以开门的时候用什么样的门呢 用甲级防火门 耐火极限 耐火等级不低于1.5小时的防火门 输上1.2小时也是错误的 并且这个防火门呢 可以自行关闭 这些可燃气体液体的管道 不应该穿过防火墙 其他管道呢 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个集水管道 可以穿防火墙 但是穿防火墙的时候啊 一定我们说肯定有一个孔洞 对吧 要把这个孔洞周围用一个非燃烧材料 一个不燃烧的材料 做什么呀 做一个防火封堵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防火墙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防火门 防火门的作用是什么呀 防火门的作用 我们说在建筑的一个区域之间 设置了一个防火墙来进行分割 防火墙来保证两部分的火箭 不会相互蔓延 这个时候两个部分的人 需要相互的走动 连通疏散怎么办呢 我们在墙上开了一些门 这个门就是我们说的防火门 保证人员正常通行的门 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些防火门 按照燃烧性能 可以分成是非燃烧体材料 做的防火门 和难燃烧体材料 做的防火门 按照开启方向来说 有什么平开门 推拉门 升降门 卷帘门 但是往往我们最多采用的是 这种平开门 跟家里用的门一样 你一推就能把这个防火门给推开 防火门 它是一种活动的一个防火分割物 跟防火墙不一样 防火墙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分割物 它立在那里 它一定不能动 而防火门 它是一个活动的一个防火分割物 它可以随着人来进行一个正常的运动 来开和关 要求防火门应该能够关闭紧密 在发生火灾的时候 不会窜入烟火 并且有较高的一个耐火极限 所以分成了甲类的防火门 乙极的防火门 和丙极的防火门 甲类防火门 要求耐火极限 不应该小于1.5小时 书上也是错的 乙极防火门 要求不应该小于1.0小时 书上也是错的 丙极防火门 要求不应该小于0.5小时 这里书上全是一个老规范 它都没有考虑到新规范的一个要求 所以书上都是错的 同学们按照我的课教来 为了保证着火的时候 防火门能够及时关闭 最好在门上设置了自动的关闭装置 保证了防火门在着火的时候自行关闭 达到一个防火蔓延的作用 这是我们说的防火门 刚才我们说了划分防火分区 然后设置了防火分割物 设置了防火门 针对的是一个建筑室内的区域防止火在蔓延 而针对于建筑室外 这个时候工业建筑 它可能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工业园区 有不同的装置和不同的建筑物会相邻布置 这个时候为了防止建筑物之间的火灾蔓延 我们要求建筑物和建筑物之间 拉开一定的间距 这个间距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就是防止火灾的一个蔓延 理论上来说 这个间距就是防止火灾蔓延的作用 所以这个间距我们就把它叫做了 防火间距 而这个防火间距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要求呢 防火间距简单来说越大越好 但是考虑到建筑用地的成本问题 我们不可能设的特别大 所以我们针对于具体的建筑来说 我们给了防火间距的一个最小值 我们实际在检查的时候 防火间距比这个值越大越好 只要比这个值大 我们就认为是合理 就能够达到防止火灾蔓延的作用 而这个防火间距怎么算呢 两个建筑物相邻的时候 也就是这两个建筑物和建筑物之间相邻外墙的距离 而如果是一个建筑物和一个储卦相邻的 也就是这个建筑物外墙和储卦相邻外壁之间的距离 如果是这里两个储卦之间相邻的 也就是罐和罐之间的外壁的一个距离 还有我们说会常见一个可燃物的一个堆朵 这个堆朵和堆朵之间的距离呢 也就是堆朵的边缘和堆朵的边缘之间的一个距离 是防火间距 堆朵和储卦的防火间距呢 也就是储卦外壁和防火跟这个可燃材料的一个堆朵的一个 相邻的外缘之间的距离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防火间距 同学们一定要确定一个概念 这个防火间距离是我们说的最近水平距离 什么意思啊 我们画一个平面图啊 一个建筑物两个建筑物它肯定有四个外墙 对吧 最少有四个外墙 这个时候我们说建筑外墙到另外一个建筑外墙的间距 是我们说的防火间距 储卦和储卦呢 这个储卦外壁也有不同的起算点 这个时候怎么算防火间距啊 这个外壁和外壁之间的最近水平距离 储卦呢 也是储卦外壁和储卦外壁之间的最近水平距离 一定要注意这个概念 防火间距离是最近水平距离 第四防爆卸压装置 防爆卸压装置 这个时候针对于我们说的一燃一爆的厂房啊 这里他说厂房不太对啊 一燃一爆的厂房 它的一个卸压装置可以使用这个轻质面板 做的这些屋顶或者用于易于卸压用的一些门窗 还有这些我们说的易于卸压用的一些轻质强体来保证一个卸压用的作用 但是这些门窗啊最好是向外开起 为什么呀 因为卸压的过程是里边的压力比较大 向外进行卸放啊 这个时候向外开的门和窗才有卸压的一个作用 为什么这里说也可以用轻质强体来卸压呢 同学们想一下 我们在发生爆炸产生爆炸的一瞬间 这个时候门窗被吹开 这时候屋顶被掀飞 这个时候外墙也被直接掀飞掀开 所有的完整性一定会受到破坏 如果是外墙 它外边相邻的是什么呀 有可能是相邻的其他的建筑物啊 有可能是我们说的一个城市交通干道啊 这个时候你内部的压力确实卸放出去了 你内部的危险也降低了 但是呢 你给外边带来了一系列的安全隐患呢 所以我们最好采用的是什么呀 就是这些轻质的屋面板来保证卸压 所以我们有一系列的要求 什么要求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呢 卸压的面积应该尽可能的靠近 予于发生爆炸的部位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 我们说一个整体的一个厂房啊 如果厂房这个部分容易发生爆炸 我们最好把这些卸压设施啊 设置在这个卸压部位附近便于卸压 同时呢 应该避开人员较多的一个位置 或者一个主要的一个通道的一个场所 有爆炸危险的一个生产部位呢 一部置在单层厂房的靠外墙的位置 或者多层厂房的顶层靠外墙的位置 以减少爆炸对其他部位的影响 这里应该是一个烤点 什么意思啊 就拿我们说的一个轻质的墙起来说 轻质墙起能达到一个斜压的作用 同时呢 最好采用的是轻质的屋面板 也就是一个轻质的一个屋顶 这个时候 同学们想象 一个单层的建筑 我们说就靠外墙就行 为什么呀 靠外墙 能利用外墙斜压 能利用屋顶来达到斜压 能利用门窗来斜压 而多层建筑呢 多层建筑 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顶层 顶层的意义是什么呀 把它放到顶层 首先能用到这些门窗斜压 也能用到一些外墙斜压 同时放到屋顶 我们也能用这些轻质的屋面板 来达到斜压的作用啊 对吧 你如果没有把它放到顶层 放到中间层 放到多层建筑的中间层 或者首层呢 这个时候它发生爆炸 只能利用外墙斜压 可能外墙的斜压面积 达不到斜压要求啊 这个时候内部的压力 没有被完全泄放出去 内部一定会受到灾害 受到损害 还有同学们想一下 如果是一个单层建筑 我们靠外墙 这个时候人员疏散 只能够靠外墙 这个时候人员疏散 从别的位置 向一个外墙来疏散 理论上来说 像其他的一个 非爆炸区域的外墙来疏散 很简单能达到一个疏散的作用 而多层建筑呢 多层建筑 我们把它放到了顶层 这个时候啊 顶层的人往二层走 二层的人往一层走 一层的人往外边走 这个时候顶层 即使发生爆炸 也不会影响人员的疏散 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到了 多层建筑的首层呢 所有人的疏散 一定会经过首层 也就是说 所有人员在疏散的时候 都有可能受到爆炸冲击波 爆炸碎片的影响 所以这里有一个考点 就是我们说 这个时候单层靠外墙 多层顶层靠外墙 来看看这道题啊 下列工业建筑 它的一个防火防暴的一个设计原则中间 说法 错误的是 让你选出错误的选项 首先我们看一下A选项啊 确定工业建筑的一个火灾危险性后 火灾危险性 加以柄零物 然后根据建筑的高度 使用性质 这些建筑特性 确定建筑整体的一个耐火等级 然后提出具体的防火设计要求 这不就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B选项 再看一下工业建筑 划分防火分区的一个目的 是限制建筑内的一个火灾的蔓延 没有问题 是限制建筑内火灾的蔓延 C选项 依然一报区设置的一个防爆吸压设施 可以预防燃爆事故的发生 属于事故预防措施 这里就错了 为什么呀 它是泄压设施啊 爆炸发生之后 把内部的压力向外进行泄放 所以它不是预防措施 它是什么呀 它是我们说的一个事故减轻性的措施啊 对吧 再来看一下地选项啊 地选项 利用防火墙 防火格墙 防火门 防火窗 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域 在一个耐火的极限内呢 保证我们说的一个耐火完整性和耐火隔热性 限制不同区间的火灾的蔓延 这里就是我们说的 利用防火分隔防止火灾和烟气满盐的一个作用嘛 所以地选项也没有问题 唯一错误的就是这里 C选项 它没有区分或者理解错了我们说的预防性措施 或者减轻性的措施 再来看一下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我们又针对于危险场所的一个防火防暴啊 提出来具体的要求 第一个油库油库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些石油库 大型的一个甲乙饼类液体的一个储罐区 这个时候呢 油库它储存的一些石油产品 包括了汽油柴油和煤油 这个时候我们说汽油啊 是甲类物质的一个代表性物质 煤油呢 是乙类物质的一个乙类危险性的一个代表性物质 而柴油是饼类火灾危险性的一个代表性物质 这个时候这些甲乙饼类的一个可燃性的液体啊 它具有我们说的一个容易挥发 容易燃烧 容易爆炸 容易形成流淌扩散火灾 容易受热膨胀 容易产生静电 容易产生肺液或者喷溅的火灾特性 在发生火灾之后 这个时候往往是我们说的很难控制它的一个事故后果 也很难达到铺就火灾的一个目的 为什么呀 这个时候我们全部是这种甲乙饼类的储罐 我们虽然储罐和储罐之间拉开了一个防火间距 但是一个储罐它可能是上万升的一个油品或者液体啊 这个时候它燃烧 我们说很这个火势很难进行铺就 同时这些甲乙饼类的液体 它是液体火灾 我们不能拿水去铺就啊 我们最好拿什么铺就啊 拿一些泡沫灭火地去进行铺就 在这些甲乙饼类液体的表面敷了一层厚度的泡沫泡 利用这层泡沫的作用来和外界的一个氧气隔绝达到灭火的作用 但是一旦火势太大 这个时候把这个泡沫泡很容易直接烧破 直接烧穿 所以我们说这些石油库一旦发生火灾之后很难铺就 我们针对于这种石油库它的一个危险侧性啊 就提出来具体的一个防火防暴的要求 首先看一下油库发生着火爆炸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油桶作业的时候 油桶一个小的一个盛装容器 对吧油桶作业的时候 使用了一个不防暴的一个灯具 或者其他的一个明火照明 这个时候它有一个外在的一个明火 外在的一个点火源 稍微一个接触 它一定会产生爆炸 第二个用钢卷尺凉油 或者采用了一个铁制的工具 撞击产生了一个碰撞的机械性的火化 这个时候也会形成了我们说的一个点火源 一个点火能量 第三 进入油品的一个方式不对 或者流速过快 这个时候啊 甲衣柄类液体 只要它流速过快 一定会形成我们说的一个静电火化 静电火化达到了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基酸电压 就会造成我们说的一个静电的一个火化 这个静电火化 接触到一个甲衣柄类的液体的时候 一旦达到了我们说的那个引爆或者引燃的一个能量的时候 就会发生我们说的燃爆事故 或者说穿了这些化迁的衣服 它也容易产生静电火化 这些化迁类的衣服通常来说相互的一个摩擦 它就会产生我们说的一个静电的一个火化 也会造成一个引燃引爆的事故 所以这个时候通常来说我们说这些厂房 一燃一爆的厂房 还有我们说的什么石油库啊 这些挂的区一定要穿禁止穿化迁服装 第四室外飞火进入油桶 或者油蒸汽集中的一个区域或者场所 这个时候最常见的什么呀 加油站加油加西站 这个时候防止人抽烟对吧 就是为了防止什么呀 就是防止这些烟点火的那些火星啊 进入油桶啊 或者这个蒸汽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或者场所啊 第五油桶破裂或者违章的装卸 违章的指挥 这个时候也会形成我们说的什么呀 燃爆事故 油桶破裂会造成内部大量的一个可燃 逆燃物品的一个泄漏 外界如果一旦形成了我们说的爆炸性火核物 一旦有我们说的一个火源 一定就会形成我们说的爆炸性 一定会形成我们说的爆炸危险 对吧 第六 维修前清理不合格而进行的一个动火检修 或者使用铁器工具撞击产生的一个火化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说的形成了一个明火或者火源 第七罐中过量或者日光曝晒 日光曝晒这个时候罐内的石油储罐内的温度啊 特别的高 有可能会达到五六十度甚至更高的一个温度 所以我们会设置什么呀 这个油罐球罐往往来说 我们会设置一系列的防护冷却降温系统 针对于外边喷水喷水物来达到降温的作用 而防止罐装过量 我们说每一个储罐 它都有一个装填系数装料系数 内部的装料一定一定不能装满 装满之后 这个时候物料本身有热量冷缩 外界的温度一个正常的一个热量供给了之后 它又会形成我们说的一个蒸发 形成可燃性的蒸汽 也会造成内部的一个压力增高 这个时候就会造成我们说的一个石油罐区 它的一个储罐的变形 第八 雷机或者这个库内它的一个易燃物 比如说我们说的什么油棉丝 或者说油内沉积的这个含流的 这些残流物质的一个自然通风空调系统 不符合安全要求而出现的这些火花 也是我们说的这些低热自然 或者这些本身接触氧气自然 或者我们说的放电电壶电火花 或者我们说天然的雷击 这些电壶电火花 都有可能形成我们说的一个火源 而引发我们说的一个爆炸 燃爆事故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油库的防火很简单 我们油库石油库一定一定会含有 甲乙饼类的液体 甲乙饼类的一个易燃可燃物质 同时空气中间一定含有氧气 这个时候可燃物助燃物同时存在 一定是同时存在 所以说怎么办呢 所以说我们需要严格控制的 就是点火源 这个点火源可以是电火源 这些电壶电火花 也可以是热火源 这些高温炙热表面 也可以是机械撞击火源 也可以是明火 所以我们就针对于所有的火源 做了一个防护 第二个油库的分类 这一部分同学们了解一下 做一个了解性的知识 首先我们油库存储的肯定是 甲乙饼类的一个液体 对吧 这个时候甲类的最危险 乙类的相对来说比甲类的安全一点 然后这个饼类的相对于乙类来说 又安全一点 但是我们分别这个甲乙饼 又做了一个细化的分类 又分成什么甲A甲B 乙A乙B 丙A和丙B 这里作用什么 这个时候A类物质的危险性 它远远大于B类的物质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细化分类的目的 就是针对于危险性更高的一个物体 我提出来更高的一个防火设计要求 针对于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高危险的一个物质 其实理论上来说我们相对于做了一个让步的一个要求 就是这么简单